韓國人據說現在都得了一種 叫什麼 順時鎮 什麼叫順時鎮 他的閨蜜們 你看這光畫門前面的這個廣場 越來越多人 他們現在一到五上班 每天都很認真的工作 因為工作壓垮了他們 但是六日他們就到這個 光畫門廣場就發洩群聚 六日就到這邊 因為他們已經充滿了 國民的焦慮 精神焦躁不安 當蒲警惠的幕僚建議蒲警惠 面對這樣一個可能的 政治風暴的時候 那這位少女怎麼說 要不要採取二階段式的下台 先退居二線 然後再慢慢的 然後這個明哲保生 結果蒲警惠怎麼說 沒錯 他就講說 我犯了什麼錯嗎 這不是跟蔡英文一樣 這種少女情緣 所以很多專家就分析說 蒲警惠停留在16 7歲 那種少女幻想的年紀 然後好像心智未堪 好像還在做夢一樣 被這個崔順時 這樣的一個閨蜜們 整個著魔 可是韓國民眾 卻不像他這樣講 現在韓國最流行的歌曲叫什麼 一個勤勞的神曲 叫做哈雅歌 哈雅歌 在韓文的意思叫做下台 下台 下台 所以我們在這個廣場 我禮拜六就看到他們在現場 不斷的大喊 哈雅哈雅 蒲警惠下台 蒲警惠坐牢 原來就是這首歌 是 現在他們 現在所有的全民朗朗上口了